HELLO,我是Coach Tim 今天是第三天 所以我已經經過了幾乎將近50個小時的進食 今天早上看一些數據 量協議、體重等等 比較明顯的變化當然還是體重 今天來到63.3公斤 跟昨天差了0.9公斤 雖然這個體重下降不是我主要的目的 甚至根本不是我的目的 可是這個還是比較明顯的一個數據 但是讓我覺得更驚訝的 反而是我自律神經的狀態 特別是我的HRV 就是HRV 心率差異的這樣子的一個數據 那它可以讓我們去評估的是自律神經的狀態 特別是彌走神經的健康 那我測量的方式是用這個ORRIN 它這個是一種自我量化的裝飾 那它對睡眠品質 跟你自律神經的測量的功能非常強 它有一個搭配的APP 那通常我這個數據 都是WIS可能40幾 就算是不錯的 但是昨天竟然 今天晚上睡覺起來 竟然是到60 60ms 這個HRV到60ms 然後我的睡眠的心跳也降低到48 所以整個修復狀態的狀況非常的好 那 那 因此這個 它的所謂的READINESS SCORE也很高 89 所以雖然是兩天的這種 已經經過兩天的這種 進食 但是 可以已經感受到我的睡眠品質 我的自律神經的修復 已經看到一些很不錯的一個結果 那 它這個APP蠻有意思的 跟這個戒指蠻有意思的 它可以 不單單是每天晚上 測量你的睡眠品質 你的深睡的時間 你的快速動員期時間 然後 它最終整個晚上的心跳 體溫 體溫 心率差異 甚至 你呼吸 一分鐘呼吸幾次的 這種呼吸的頻率 它 用藉著這些數據 評估說 那你今天的 生理心理狀態是 是否好 那 它也有一些 搭配一些功能 讓你可以訓練 提升你這個 交感跟副交感的功能 就是交感自律神經 我知道現在很多人都有所謂的自律神經失調的問題 那 通常醫生可能就是說 你自律神經失調啦 所以你會焦慮啦 那 可是 那又有什麼方式可以強化呢? 那 這個 HRV 就是心率差異 這個數據 是非常好的一個工具 讓我們很快的可以評估我們的狀態 然後也可以藉著這個HRV的 Biofeedback 甚至回饋的訓練 可以提升 改善我們的自律神經 那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 戒指跟APP 它裡面也有一些功能 像今天早上我就做了一個 一個二十分鐘的這種呼吸 搭配它的呼吸的訓練 來再強化我的自律神經 因為我這一次主要 其中一個很大的一個目的是 就是要修復我的身體 我昨天晚上 我其實已經用了 連續好幾個晚上 用這個 這個是一個血氧肌 但是它又能夠偵測你的心率 還有心率差異 也是HRV的功能 然後它也是可以整個晚上帶著 來偵測你的睡眠 特別是呼吸的狀態 因為很多人有這種呼吸中止症 睡眠的時候的呼吸中止 可是沒有去發覺到 而影響到它的睡眠品質 那這個東西帶著 可能晚上帶著 它就知道說你晚上睡覺 什麼時候你的呼吸 你的含氧量 因為它這個是一個血氧肌 所以它知道你什麼時候 含氧量是降低的 或者是過低的 可能已經低於90% 甚至80幾% 那看它這個過低的時間多長 次數多少 然後去評估你睡眠的品質 所以其實這個我已經用了一陣子了 我知道說 當我睡眠狀態比較不好的時候 神經系統比較焦慾的時候 這個呼吸中止狀態也比較高 然後如果整個身體是比較放鬆的狀態的時候 我的呼吸的頻率也好 深度也好 在睡眠的時候也比較好 那這個可以幫 它這個也是搭配一個APP 就可以偵測你晚上睡眠的時間 那這個工具也是 我覺得也很棒 因為它也是有一種訓練的模式 搭配它那個APP 它這個是i4R O2這個APP 所以它晚上睡覺 不單單可以偵測你的呼吸含氧量 那也可以有一個所謂的HRV模式 那它這個HRV模式 你可以它有3分鐘跟5分鐘的這種偵測 可以去測量你現在HRV的狀態 你的自律神經的健康 然後它也有一個所謂的BREATH 這個是呼吸的操練 所以你可以搭配冥想搭配呼吸 可以去強化訓練你的自律神經 好 那HRV它偵測的有幾個重點 通常你在看這些數據 它會告訴你說你的high frequency 高頻率power數據是多少 然後low frequency power是多少 低頻率power是多少 然後它會給你一個 一個比率 這兩個東西的比率 它也會給你一些評估 說你根據這些數據 它認為你目前的狀態是什麼 像是你是不是比較焦慮呢 還是放鬆呢 還是你現在是緊張呢等等的 當然它這個數據 它是有一些大數據的評估 但是我自己在個人在用的時候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要追蹤長期 因為像high frequency power 它的重點是 如果那個數據比較高 是因為它反映的是你 副交感神經的狀態 它的健康狀態 所以你通常那個數據 比較高的時候 表示你的副交感 就是我們的修復 消化 我們緩和的這個功能比較強 因為現在大部分都是交感神經 太過旺盛 一直在高壓緊張的狀態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想辦法去訓練 讓我們的副交感神經的運作比較順暢 那它這個 它的APP可以 如果你每天早上偵測的話 你可以看你的這個 特別是副交感神經 high frequency 就是高頻率power的狀態是如何 因為這樣子你可以去看你的 副交感運作是不是越來越 越來越好有改善 所以 我通常自己的話 我當然就是這個 這個戒指也有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所以我可以看得出來 我的數據是不是 越來越好 像說今天狀況其實是非常好 到60ms的HRV 是一個數據 那 我也會用這個來 就是不單單是測量 就是訓練 也可以繼續訓練我的這個交感神經的健康 那它基本上的功能 它基本上背後的概念是這樣 就是我們交感神經 我們是該啟動的時候 有高壓的時候 當然我們是希望它可以很快的啟動 像有危險的時候 它啟動的時候 它就會連帶的啟動我們生理 許多的機制 讓我們去應付這個挑戰 來的挑戰 包括我們的血糖身高 我們的血壓身高 我們的心跳加快 我們的呼吸效率提升 這個是很重要 我們需要 就像說你有危險的時候 你本來就是要能夠更啟動我們的交感神經去應付 那可是我們不應該是長期停留在這個高壓的狀態 那這件事情完畢的時候 我應該能夠調降 就是回到副交感神經的運作 讓我們可以休息、修復 讓我們緩和再啟動這些修復的功能 那現在人當然就是太多的停留在交感神經的過度 過度旺盛 所以 然後又沒有這個彈性的神經系統 不夠靈活 回不來 回不來 所以就會失眠、緊張、焦慮 腦筋安靜不下來 那所以 藉著這個HRV的訓練 我們可以慢慢的調節 讓這個自律神經是有彈性的 該旺盛的時候 該交感神經旺盛的時候 它可以啟動 但是該修復的時候 特別是每天晚上要睡覺的時候 應該是進入修復狀態 所以 就可以緩和 那我覺得這些工具都 滿 滿有 至少是我自己 固定都一直在使用的 所以這個 Aura Ring 這個 福爾 O2 甚至我有時候會用那個 藍牙的心律帶 像 那個 Polar 還有做一款藍牙的心律帶 也可以搭配 手機的另外一個APP 我常常在用的 叫做 Elite HRV Elite HRV 它 也是有操練的功能 如果你每天早上 有操練的功能 如果你每天早上操練的話 當然這也是一種 有點像是 運動訓練 但是是你的神經系統的 運動訓練 但是你每天早上也可以 測量 測量 它的數據也是分得很細 它有所謂的 High Frequency 高頻率的Power 低頻率的Power 這兩個的Ratio 然後它的 平均值等等 它其實那個 背後這個數據 很深的科學 沒有辦法今天再跟大家分享 不過它分析的很 因為它分析的數據很完整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每天的狀況 跟你操練之後 是不是有在改善 或者是你可以去發覺說 我昨天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影響了我的自律神經的狀態 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滿好的工具 Aura Ring Phora O2 就是這個血氧肌 可以評估我們睡眠的呼吸的狀態 跟HRV的操練 或者是 我剛才講的 Elite HRV 那個APP 但是它要搭配 藍牙的心跳帶 所以 至少現在兩天下來 其實我第一天 剛開始 進食那天 晚上打了第一劑的 疫苗 COVID疫苗 但是我身體修復的非常好 完全沒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反應 頭腦還是很清晰 然後精神也還很好 唯一就是這個 注射的這個地方 有一點點的痛 大概就是這樣子 但是 我整個 從我的神經系統 從我的心跳 晚上心跳的狀態 從我的大腦的運作 精神等等 都非常好 所以 至少目前 兩天下來 將近五十個小時 都還不錯 所以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 是這個 心律差異 自律神經健康 這個部分 至少看起來 這幾天下來的 那個 這樣子的一個進食 狀況還不錯 那明天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是 好 那 這個自律神經 其實跟我們的心理狀況 很有直接關係 我們的 心情 我們的 心態 我們的 這個 emotional health 情緒健康 那我明天會跟大家分享說 那我用這個 心律差異的 生理回饋 訓練的時候 我怎麼樣搭配 冥想跟呼吸訓練 因為這個可以更好的幫助我們 調節我們內心的狀況 內心的 心理的健康 我想這個對我來講 反而是更重要的 當然有 段時有一些 生理的幫助 可是 其實我 大致再來講 身體上還算是 蠻健康的 可是更重要的是 這個心理的因素 所以 明天跟大家分享一些 這種 理想呼吸訓練 的 操作方式 好 那就 明天見